如果你家有丝瓜,不知道怎么做,看过来吧 我来教你一个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洗净之后,切滚料块 主页更新了一千多道菜,关注我等于是收藏一本活菜谱哦 切完了丝瓜,立即泡水,不容易氧化,变黑 你有像我这样子打过鸡蛋吗?相当方便哦 准备四个鸡蛋就够了 加少许盐 我只想静静的教你做菜哦 想要炒菜不粘锅,锅要热,要把水分烧干 平时千交代万交代啊 就是锅的内侧呢,一定要让它沾慢油 作为厨师都明白,炒菜之前要制锅 锅留底油,下蛋液 开中火,炒至蛋液凝固即可 不要炒太老哦 炒完备用 炒菜之前一把葱,更有葱香味 重点来咯 记住哦,不要提前下盐 只需开大火,炒香,炒至翠绿色即可 调料加盐 再把盐炒散 加入配料 葱段红椒 全程不用加水的丝瓜 也可以煮的这么美味哦 要是觉得这道菜 你也能做出来的,点个爱心哦 别再跟我说,你又隔着屏幕 流口水的哦 这道菜 都回忍了